好看 这个好看吧 看着旁边长出来一些小的 我之前买了一盆 这个已经分了四五盆了 全部给分出来了 插下去它就能活 还有什么观音莲 这个不知道 这个花盆换得点丑了 从网上便宜的花盆结果逃回来质量不好 我之前买的这种好看 更有特点 不喜欢这个 前串子养的那天盆太小了 我给换了个大盆 但是给炸乱了 不知道咋修理 像鱼钱 像麻钱 不是像鱼钱 像麻钱 所以它才叫前串子 你看中间这个 看见没 中间一个一个 这串出来像个麻钱的那种感觉 所以才叫前串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年前种的菠菜 当天下了个雨 菠菜长得可好了 已经把 我已经把那么一排已经吃完了 这个种了两波 你看这个挺 这个 这样连下了个雨 长得挺好 哇 这个把它 大的小的这种 看一下 自己种了菠菜 我好像都没咋上肥 我好像上的就 炸东西 剩了点料油 护去到里面好像都长起来了 你知道吗 我看看这个 这里面那个 那个就是大 那个大吗 因为那块我之前把一些蜜的给拔了 然后上那个它就长得比较好 后面这个蜜没有拔 然后它长得蜜 之前那个大 但都可以吃了 你看 挺好的菠菜吧 你看 你梳的时候我告诉你 我上次让你上来拔的时候 你就从中间拔 没关系了 然后把这个位置给它散开 然后它其他就能长起来了 你别舍不得拔 凉拌菠菜 这个应该就够了 我然后这几个花盆 我这个辣椒已经种上了 那边栽了几颗西红柿 然后好像有几颗肥料上太多了 被烧死了 那边辣椒也是 然后你看没有 第一个我种了点香菜 我刚看见已经发起来了 第二个里面种了点小葱 然后第三个里面种的都是辣椒 给好像也是肥料毒的 烧死剩一个了 逛天再补几苗 然后你看这个桶里的也是 里面种不下的 我一个里面栽了西红柿的火葱 有一个西红柿死掉了 然后这块这个辣椒苗也不行 改天重新补点 然后这个 我等菠菜收完 那种点豆角就行 我还想种点南瓜 没地方种了 我去年留那个南瓜籽 上面这个太阳正好 还可以晒回太阳 可是我这两天头疼 我戴帽子 然后一着凉头就疼 所以我这两天得天天戴个帽子 我连肥料都没上 就跟你说 过年炸东西剩一点 底下有油渣 我把它倒到中间 挖到里面 居然长起来了 那油烂有营养 也不能有营养 最起码当肥料也不食用 肯定是没问题的 广台那些在大奖 明年得多种点 今年真的是太少了 今年试验我这一年种菠菜 一次就成功了 还算可以吧 但是我夏年不这么种 我要把它撒的乱乱的 不这么整齐的弄两行 把那几个库库全部种上 冬天空子写着 冬天空子就种点白菜 种点菠菜就好了 去年种那个白菜就死了 没死啊 就活了上一颗了 两颗 那是年前把一些拔的吃了 都吃了 但是长得不太好 第一次种也没啥经验 今年菠菜我感觉对我来说相当可以 下来做个菠菜拌粉丝 取两把粉丝放入盆里 然后加入温水进去浸泡半个小时 将粉丝泡到没有硬心就可以 这些菠菜已经摘洗干净了 菠菜从中间切两刀就可以 粉丝泡好了 稍微切的短一些 然后锅里烧水 将粉丝倒进开水锅里 烫10秒左右 然后将粉丝捞出来 倒进凉水盆里过凉 再往开水锅里滴入几滴食用油 加入一勺盐 然后将菠菜倒进开水锅里 烫大约10秒钟 锅里加油呢 可以让菠菜保持色泽脆绿 加盐可以让菠菜入个底味 烫好的菠菜控水捞出来备用 下来准备调个凉拌料汁 小碗里放一小把干的辣椒圈 倒入水进去泡几分钟 再多准备几个蒜用刀拍破 然后全部切成蒜末 剁好的蒜末装入小碗里面 然后炸点花椒油 用小火慢慢的炸出花椒的香味和麻味 等花椒炸出香味后 控油捞出来 再把刚才泡过的干辣椒段倒进锅里 用小火炸出辣椒的香辣味 等辣椒炸出香味后 控油捞出来 倒进蒜末碗里 再把油温升高 碗里泼入一勺热好的油 激发出蒜香味 加入一勺盐调味 加一小勺的鸡精 一小勺的味精 再加多一点的米醋 少一点的橙醋 最后加入几滴香油 进去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凉拌料汁就调好了 下来把粉丝和菠菜放进盆里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进去搅拌均匀 搅匀后装入盆里 上面再撒些油渣花生米 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 咱们这个菠菜拌粉丝就做好了 翠绿爽口的菠菜 拌上筋道抠糖的粉丝 还有香浓的油炸花生米 清淡入味 营养美味又好吃